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苦瓜用白醋泡一泡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解决了很多家里的问题和烦恼 省钱又使用 可惜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方法 今天毫无保留的把它分享给大家 新闻的视频先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一个新鲜的苦瓜 苦瓜我们非常的喜欢吃 尤其是夏天 常吃苦瓜 能清热解暑 苦瓜 它也是一种水果 同时也是一种蔬菜 苦瓜呢也是一种调材 我们把苦瓜放到水中 给它清洗一下 我们这里的苦瓜呢 现在4块钱一斤 你们那里的苦瓜多少钱一斤呢 我们这里的苦瓜真的是太贵了 清洗干净的苦瓜 我们给它捞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苦瓜处理一下 从中间切开 这个根给它去掉 再把苦瓜里面的瘾 我们给它去掉 处理干净的苦瓜 我们给它切一下 切好的苦瓜 我们放入到一个碗中 然后我们再种备一瓶5度以上的白醋 5度以上的白醋 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 是纯粮食酿造的 把这白醋呢 倒入我们切好的苦瓜中 全部把我们的苦瓜 给它磨住 白醋和苦瓜的比例呢 大约就是 3比1 然后再用勺子 给它搅拌搅拌 让苦瓜全部和我们的白醋 融合到一起 把苦瓜在白醋中 给它浸泡 24小时就可以食用了 每天呢 咱们来这么一勺 白醋 泡苦瓜 坚持吃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有惊奇的变化 尤其是在这炎夜的夏天 尝试它 对身体非常的不错 你别看这个食材方法 非常的简单 其实它里边包含了 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与结晶 它的作用一点都不简单 在这里 该说的不能说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但是呢 有的朋友看到这里 已经懂了 欢迎你打到评论区 让大家都知道 或者呢 我们一起探讨探讨 今天老一辈人 留下这个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谁用谁知道好处 有多么的好 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